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通常指的都是人类 你听说过动物也可以为了报仇,我心尝胆,等待多年的吗? 本期猫博士将讲述为了报仇能等待几十年的动物,大象 希望各位多多点赞关注评论,支持猫博士,谢谢大家 大象这种动物和其他大型哺乳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大象十分感性 它可以用鼻子将象宝宝从泥空中拉出来 也会把受伤或锤死的同伴带到安全地带 甚至可以用鼻子轻轻抚摸对方,以减轻同伴的痛苦 大象体现庞大,在哺乳动物中基本找不到天敌 此外,象群还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它们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密 通常以家族为单位一起生活 此象作为首领,熊象则负责族群的安全和保卫工作 大象常常给人一种性格温顺的印象 去云南、泰国等地旅游时,也会与当地的大象合影留念 不过野生大象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鉴于象牙十分名贵,很多偷猎者会捕杀大象,从中牟利 大象的记忆力很强,它们会牢牢记住加害者,然后伺机报复 曾经有一头大象将鼻子从窗户伸进了一位裁缝家中 结果被裁缝恶作剧的用针扎了一下 当时这头大象疼痛地逃开了 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大象再次路过裁缝家 认出了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已经变老的裁缝 于是大象将鼻子吸足了水,全部嚼在了老裁缝的身上 通过这件事我们知道,记仇不仅仅是人类特有的行为 动物之间也会出现 往往记忆力越强,感情越丰富的动物就越爱记仇 所以不要轻易招惹大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73年的一天,一名偷猎者捕捉到一只大象 随后为大象取名为泰克 几经波折,泰克被卖到了美国的一家马戏团 那里的训兽师们为了能让泰克尽快上台表演 每天从早到晚对他进行训练 跳火盆,钻火圈,双腿跪地等等 对于年龄上小的泰克来说,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 不过利于熏心的训兽师自有办法让泰克完成训练 他们通过惩罚让泰克学会跪下的动作 训兽师们利用疼痛使泰克产生条件反射 以此完成任务 当泰克一天下来都无法学会一个简单的表演动作时 训兽师就用铁链拴住泰克的腿 让他吃喝拉撒都站在原地 如果整日被拴着,泰克也许还能接受 但马戏团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 给泰克安排的任务越来越多 当出现一点疲惫或抗拒时 训兽师就会用烧红的铁棍抽打泰克 让他挨饿受冻,并且加以辱骂 泰克就这样忍受了21年 直到1994年8月20日 一则关于动物的新闻标题赫然立于各大报纸上 一头大象发狂了 那一天,泰克在弹香山的布莱斯戴尔中心 进行表演时突然发狂 他先后踩散了自己的训兽师和美容师 冲出表演中心外围的铁门又冲向了街道 他一路狂奔冲出人群 在街道上肆意奔跑着 最终导致13人死亡 警车开车将其包围并朝着泰克的方向射击 在身中至少86强后 泰克终于停下了脚步 倒在了血泊当中 这便是泰克的一生 21年30分钟 13条人命86强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在云南有人杀了一只小象后 被野象寻仇袭击 印度也曾发生过 被人类惊吓的大象过了很久后 回来惊吓人类 大象祭仇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之说 大象的复仇 实质上来自他的自我意识和对同类的情感 近年来 活熊取胆 虐猫 荼狗等虐待动物的恶行事件层出不穷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大谴责 这些行为的背后到底是功德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动物不仅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伙伴 更是地球生态平衡的建设者维护者 他们时刻提醒着我们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 他们是相伴相随 密不可分的 上代生物与自然和谐相处 这才是地球该有的样子 关注猫博士 下期接着聊动物